甘肃惠宁县有父子俩,父亲人称王老汉,儿子叫王福来,这父子二人其实不是亲父子,王福来是王老汉哥哥的儿子,一位哥嫂都不在了,他就收养了王福来,不是亲父子,圣四亲父子。 王家原本也是富裕的家庭,只是后来遭受横祸,一大家子人就剩下这叔侄两个,当时王老汉三十五岁,因为长相着急,一直没有娶到媳妇,王福来只有五岁,是王老汉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眨眼十年过去了,如今的王老汉也过了不惑之年,依然是单身一人,他对娶媳妇也不抱任何希望了,就想攒些钱给儿子王福来娶个媳妇,延续王家香火的任务就寄托在儿子身上了。 这日,王老汉正在地里除草,他的邻居就过来叫他,说土匪在村子东边的打鼓场上卖肉票,让他去看看买一个回来当媳妇。 王老汉一听,立刻来了兴致,就跑回家拿着自己攒下的二两银子去了打鼓场,准备买个肉票给儿子当媳妇。 他来到打鼓场上,这里已经围了很多人,王老汉挤进人群,就看见一个凶神恶煞的男子坐在椅子上,这个男子正是土匪头子胡武爷,他身边站着几个带刀的壮汉,他们前面还摆放着一排麻袋,有的麻袋还在动弹。 王老汉,王老汉胆怯地走到前面,看着胡武爷说道,我想买个麻袋。 胡武爷瞟了一眼干瘦的王老汉,脸上露出一丝银笑,说道,想媳妇了。 媳妇是给我儿子的。 王老汉低声说道,围观的众人都开始起哄,有人说道, 王老汉,你都打半辈子光棍了,给自己买一个吧。 胡武爷听听有人这么说,就来了兴致,问道,你没有媳妇,哪来的儿子? 王老汉如实回答,说自己没媳妇,儿子是他哥哥的孩子。 胡武爷说道,你没有媳妇,为啥不给自己弄个媳妇? 王老汉就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说道,我就这么一点银子,只能给儿子弄一个媳妇,我就不要了。 胡武爷听了,哈哈大笑,说道,就你这点银子,能干什么? 还想弄媳妇,我看你是猪八戒做梦娶媳妇吧。 众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时,有几个男子也拿着钱来了,胡武爷身边的一个大汉就指着麻袋介绍价钱,这些麻袋的价钱从二两到十两不等。 王老汉看看手中的银子,看来就只能买个最便宜的了,可那两个最便宜的麻袋却不会动弹,他就很担心,怕里面装的不是活的。 就问道,那两个麻袋怎么不会动弹,会不会,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一个大汉打断了,那大汉怒道,你要是买不起就走开,让别人买。 我买,我买,王老汉赶紧说道,他把银子给了那个大汉,就把最边上的那个麻袋扛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王老汉就迫不及待地解开麻袋,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一个中年妇人,这妇人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王老汉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那二两银子可是他攒了十年的辛苦钱,本来想着给儿子娶个媳妇的,没想到却买回一个中年妇人,他不甘心,就赶紧扎住麻袋,背着就出了门。 就在这时,王福来就背着柴火回来了,见父亲背着个麻袋就很奇怪,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王老汉就把自己买肉票的事说了,还说麻袋里的女人不但老,还昏迷不醒。 王福来说道,爹,人都昏迷了,现在救人要紧,赶紧把人放下来。 王老汉听儿子这样说,就说道,这可是二两银子呀,要是再去晚了,就退不掉了。 爹,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你赶紧把麻袋背回屋里,快点。 王福来说着,就把柴火放进了院里,然后把王老汉拉进屋里。 王老汉也知道,土匪肯定不会给他退的,尽管心在滴血,也没有办法,只能把麻袋放下解开。 父子二人把妇人放在床上,王福来就烧了热水给妇人灌下,直到天黑后,妇人才醒过来。 王老汉看着面黄肌瘦的妇人,想到自己的银子就抱怨道,我可是花了二两银子买回来的,没想到年纪这么大了,真是亏死了。 王福来没有说什么,就去造坊煮了一碗面给妇人吃,妇人看着父子二人,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她也不说话,端着面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王老汉越想越气,这妇人的年纪与儿子根本不般配,可她又心疼那二两银子,心中就很纠结,于是就把王福来拉到自己的房里,给她商量该怎么办。 王福来说道,这妇人也是个苦命人,如今她身体虚弱,就先让她在咱家养几天,等身体养好了,送她回家去, 让她与亲人团聚。 王老汉一听就不乐意了,说道,你说得倒是轻巧,她可花了我二两银子呀,那是我攒了十年,才攒下的,准备给你娶媳妇用的。 可现在却,哎,王福来知道那二两银子对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就不与她争辩,说道,那就让她先住下吧,等到她身体养好了再说。 王老汉怕妇人跑走,就用锁把房门锁住了。 此日,王老汉见妇人的脸色好了很多,就问起她的来历,妇人还没有开口,眼泪就流了下来。 原来妇人姓郭,陕北人士,她和丈夫育有一个儿子,儿子前脚进京赶考,后脚家里就遭受了蝗灾,地里的庄稼都成了光杆,颗粒无收,很多人没有粮食吃都活活饿死了,到处是横尸遍野的惨状。 有幸活下来的人都脱家带口来甘肃逃难了,一路上又有很多人被饿死,她的丈夫也是被活活饿死的,途中又遇到土匪,她和逃难的其他女人都被土匪抢了,妇人恳求道,你们花了钱把我买来,我可以为你们做饭,洗衣,只求,你们不要赶我走,给我一条活路吧。 父子二人听了妇人的遭遇,就很同情她,同情归同情,王老汉还是觉得自己亏大了。 郭氏非常勤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打扫,打水,做饭,把家里家外整理得井井有条,有时还会跟着父子二人下地干活。 村民们见了都开玩笑说,王老汉买了一个这么勤劳的儿媳妇,王老汉嘴上不说,心里憋屈得很,想到那二两银子,她肉都痛。 郭氏在王家住了半个月,身体逐渐恢复,脸色也好了很多,整个人看起来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王老汉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让郭氏与儿子成亲。 王福来却不同意,王老汉说道,年纪是带了些,可这样的媳妇会疼人,等郎媳不都是大媳妇吗? 王福来说道,我还小,现在不想娶媳妇,爹爹也不要为我操心,以后我自己挣钱娶媳妇。 王老汉见儿子不同意,也没有勉强,他想拿回自己的钱,于是就去村里找刘媳妇,让刘媳妇给郭氏找个人家,给他二两银子就成。 刘媳妇见过郭氏,虽然瘦弱一些,但五官长得还算清秀,就说道,既然买来了,为何要卖? 自己留着不香吗? 王老汉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本来是为我福来买的,谁知背回家一看他年纪太大了,与我儿子根本不般配,我这也是没办法才想着给他找个人家的。 刘媒妇说道,与你儿子的年龄相差太大,你不也没有媳妇吗? 留下来做你媳妇得了,为你们父子俩洗衣做饭不是很好吗? 王老汉当然想要媳妇,可他舍不得银子,说道,那银子是攒着给儿子娶媳妇用的,若我把它留下了,我儿子咋办? 刘媒妇知道,王老汉是个忠厚时辰之人,为了王福来,他宁愿委屈自己,就说道,那好吧,我给你操着心,有合适的我就告诉你。 王老汉回家之后,并没有把为郭氏找人家的事告诉王福来,因为他觉得这是很正常,也没有必要告诉他。 过了几日,刘媒妇果然带来了好消息,说有人愿意出二两银子把郭氏取走。 王老汉一听就喜出望外,对郭氏说道,我托媒妇给你物色了一个好人家。 郭氏也知道这父子俩的日子难过,二两银子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数目,就说道,谢谢你们这些天的收留,若能拿回你的银子,我心里也好受一些。 刘媒妇当即就拿出二两银子给了王老汉,说道,银子给你了,人我领走了。 郭氏就跟着刘媒妇走了,要去哪里,王老汉并没有问。 晚上,王福来从地里回来,发现郭氏不见了,还没等他询问,王老汉就高兴地说道,幸亏没有砸手里,要不我辛苦挣下的二两银子就没有了,我还要用这钱给你娶媳妇呢。 王福来已经听出来了,问道,你把那郭氏卖了。 王老汉说道,我让刘媒妇给他找了个人家,这样咱的钱就拿回来了,对他也是一件好事,要不住在咱家,名不正言不顺的,算咋回事呢? 王福来问道,郭氏勤劳善良,是一个好人,刘媒妇给他物色了什么样的人家,是个好人家还好,要是个泼皮无赖,咱这是害了人家呀。 王老汉听儿子这么说,就说道,什么人家都比他在外面讨饭好,你就不要多想了。 夜里,王福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他担心郭氏要是遇到一个坏人怎么办。 一直到三更,王福来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他刚睡着,就感觉有人邋遢,他睁开眼睛一看,果然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老者。 这老者又高又大,他的身上好像还发着光。 老者说道,你不要害怕,我是夜游神。 王福来以前听父亲讲过夜游神的故事,知道夜游神是好神,专门在夜里给迷路的人指引方向, 想到这他就不害怕了,就把自己的担心给老者说了,请老者用天眼看看郭氏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家。 老者说道,快把那郭氏带回来,日后必有好报的。 王福来的善良是他的本能,并没想过要回报,他只是怕郭氏遇人不输,说道,神仙,这家人怎么样,若是好人家,我就放心了。 老者说道,郭氏性命不保。 王福来一听吓了一跳,赶紧请老者给纸条明路,问郭氏在哪里。 老者说道,往东走十里就到了,赶紧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老者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王福来确定自己是遇到了神仙,所以老者的话他深信不疑。 他顾不得多想,赶紧穿衣起床,他一路小跑地朝老者说的方向找去,跑着跑着就看到一处宅子,这座宅子又高又大,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可大门外却挂着两个白色的大灯笼,门用黑漆图的赠量,看起来透着诡异。 他再看看四周,到处是荒草漆漆,在这荒郊野外居然有一座大宅子,想必这里就是老者说的那个地方。 于是就走到门口,想隔着门缝往里瞧,可那大门关的严丝合缝的,什么都看不见。 他想抬手敲门,可就在这时却突然感到尿急,于是就跑到宅子后面方便。 当他方便完抬起头时,看见面前的宅子居然不见了,而是一座孤坟。 王福来吓得提起裤子就想跑,却听到一个女子哭泣的声音,她胆战心惊地朝那声音看去,凄凉的月光下,她就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那不是别人,正是郭氏。 郭大姐,王福来心中的恐惧就一下子消失了,她跑上前叫了一声。 郭氏抬起头看向王福来,此时的他还惊魂未定,说道,快带我走。 王福来就带着郭氏伸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走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五更了,王老汉见到二人从外面回来,很是惊讶。 王福来说道,王老汉就把昨晚的种种对王老汉说了,王老汉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他根本不信,说道,你就别糊弄我了,赶紧把人送回去。 不信,你看看那二两银子。 王福来说道,王老汉就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果然是一包烂树叶子,他这才相信了儿子的话。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刘媒婆故意骗他的,于是就气哼哼地跑到刘媒婆家里。 刘媒婆一听,也感觉不可思议,赶紧拿出自己的银子一看,居然是一包臭虫烂虾,气得他一蹦三尺高。 王老汉见刘媒婆也是被骗了,就回家去了。 郭氏回来之后,王老汉又开始念叨自己的二两银子,说这钱花得太亏了。 王福来就说道,爹,不如让他做我娘,你俩过日子。 这样不就不亏了吗? 王老汉一听就怒道,我都活了半辈子了,攒下那点钱就是为你娶媳妇,让他与我过日子,你咋办? 爹,我还小呢,以后我自己挣钱娶媳妇,现在我就想要一个娘。 王老汉不耐烦地说道,不要说了,我一会儿就去镇上打听一下,看谁家要媳妇,不管咋样,我的银子不能白花。 王福来说道,给我做娘,怎么算白花银子呢? 我一个老头子娶媳妇就是浪费银子,坚决不行。 他说着就要出门,王福来赶紧说道,爹,我答应你,我愿意娶郭大姐为妻,你就让他留下吧。 王老汉惊讶地看着儿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你,你俩也不合适呀。 王福来说道,郭大姐勤劳善良,我觉得挺合适的,郭氏也就三十七八岁,相貌也不差,这个年纪还能生育孩子。 再说了,那二两银子要想娶个黄花大姑娘,真不容易,像他家这样的条件,只要能传宗接代就行了。 王老汉想到这里,就说道,行,你愿意就行,今晚上你俩就入洞房,在那个饥荒的年代,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再说了,郭氏的命是这父子俩就的,他的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听见父子二人的对话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是默认了。 儿子要成亲,王老汉非常高兴,就赶紧到集市上买了几张红纸,找邻居家的婆婆帮忙捡了几个喜字,贴在王福来的房里。 穷人家娶媳妇没有那么多讲究,晚上王老汉做证婚人,让二人拜了天地,就算是成亲了。 洞房夜,郭氏心中很是不安。 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王福来,坐在那里不肯上床休息,王福来看出了郭氏的心思,说道, 郭大姐,你不要怕,我不会勉强你的,其实,王福来并不是真的要与郭氏成亲,他是怕父亲再把郭氏卖了,才这样做的。 郭氏得知真相后,很是感动,说道,小兄弟,可没有银子,你咋娶媳妇? 王福来说道,我自己会挣钱娶媳妇的。 郭大姐放心吧,您只管在这里住下,郭氏和王福来白天是夫妻,晚上就是姐弟,就这样瞒住了王老汉,眨眼一年过去了。 王老汉发现郭氏的肚子没有动静,就有些后悔了。 这日,王家父子去地里干活,家里只有郭氏一人,就有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来到王家,看见郭氏就跪下了。 郭氏看着来人,好像吃傻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他又跑到来人跟前,二人抱头痛哭。 原来,来人正是他进京赶考的儿子李志德。 一年前,李志德进京赶考,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他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乡,才知道家乡遭灾,村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 看着一片凄凉的景象,李志德心如刀割,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死是活,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母亲的下落,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郭氏伴领进屋里,就把这一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李志德,说道,王家父子是好人,要不是他们,你就见不到你娘了。 李志德说道,母亲放心,儿子会报答他们的,王老汉父子回到家里,李志德就跪在他们面前谢恩,他们得知李志德就是郭氏的儿子时,震惊不已。 王老汉想到自己差一点害死郭氏,并让郭氏嫁给自己的儿子,心中就很是愧疚,说道,我也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郭氏很理解穷人挣钱的不易,他也能体会王老汉为儿子娶妻的心情,就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不怪你,况且我与福来之间,王老汉听了郭氏的话才知道自己被蒙在鼓里,不过他很庆幸儿子的善良。 如今的李志德就在临线坐支线,他就把郭氏接走了,同时接走的还有王老汉父子,村里人都说王老汉这二两银子赚大发了。 在李志德的撮合下,王老汉就与郭氏结为了夫妻,李志德和王福来也成了异性兄弟,王福来就留在李志德身边做事。 王福来聪明上进,他一边做事,一边读书,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后来,在李志德的牵线下,他就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为妻,过上了甜蜜幸福的生活。 好了,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家产。 被拐十八年的哥哥终于回了家。 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男友,没想到他听后却脸色大变。 你哥这时候回来,肯定是要跟你争家产。 我摇摇头,哥哥虽被拐卖,但他聪明又厉害,早已身价过异。 还说要送我一栋大别墅,作为我的新婚贺礼。 可还没等我开口,男友又迅速说,自古以来,财产都应该留给儿子。 所以,咱们先领证,你把钱都转到我名下,这样就不怕外人惦记了。 听着他的话,我果断通知酒店取消结婚事宜。 毕竟,我跟谁是一家人,我心里有数。 谁惦记我的钱,我心里也有数。 哥哥是为了保护我,才被人贩子给拐走的。 那年我五岁,他八岁。 保姆带着我们在楼下小区里玩,他中途打了盹,倒在长椅上呼呼大睡。 人贩子盯上了我,捂住我的嘴,把我强行往车子里塞。 哥哥一边喊救命,一边对人贩子拳打脚踢。 人贩子怕动静闹得太大。 就把我丢到一边,趁机掏出棍子把哥哥打晕,然后将他拖上车,慌张离开。 等到有人发现时,那辆车早已不见了踪迹,哥哥至此消失了整整十八年。 但我和爸妈都没有放弃寻找哥哥。 好在,现在终于找到了。 看着面前这个模样,跟我有着五分相似的男人,或者是血缘里的羁绊,让我一见到他,就忍不住想要靠近,还想抱一抱他。 哥哥,对于这个称呼,我每天都在心里默念着。 可真正说出口的这一刻,苦涩袭上心头,让我忍不住落泪。 许诚比我冷静一些。 他张开双臂,大大方方拥抱了我,说,小哭包长大了,是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了。 听着他的话,爸妈在一旁抱头痛哭,一遍遍说着对不起。 当年他们工作太忙,经常把我和哥哥丢给保姆照顾。 那个保姆一开始还算认真,后来看爸妈经常不回家,就越来越敷衍,才会导致最后悲剧的发生。 可无论怎样,失而复得的喜悦感,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警察局打了个照面后,许诚就跟我和爸妈回了家。 哥哥,你的房间妈妈每日都有打扫,就等你回来了。 我跟在许诚身后,心里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 这些年,爸妈生意无论做得有多好,都没有选择去换一个更好的房子居住。 就怕有朝一日,哥哥自己找到了家,这里却没了家人,他会难过的。 他的房间和十八年前没有任何变化。 略显幼稚的卡通图案,但每一处都无比干净,期待着他的主人回归。 许诚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坐在床上,爸妈一左一右拥着他。 我就跟小时候一样,端着小马扎坐在他面前,仰头盯着他。 当初人贩子见我是个男孩,就想把我卖个好价钱。 我中途找机会偷溜了出来,但是脑袋磕到了石头上,等醒来后发现自己在福利院里,但什么都不记得了。 一直到最近,又出了一场车祸,才想起来自己家在哪里。 说到这里时,许诚嘴角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 妈妈当即就有些绷不住,抱着他又一次失声痛哭,说什么再也不要分开。 爸爸很高兴,记好围裙说要亲自下厨庆祝一番。 在饭桌上,哥哥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 我运气不错,跟大学室友合伙开了公司,赚了不少钱。 说到这里时,哥哥略微停顿了一瞬。 他转头看着我,诺诺,听说你就要结婚了。 我点点头,揽着他的胳膊,跟小时候一样粘着他。 他还不知道你回来了,要是知道我找到了哥哥,肯定会为我高兴的。 等过两天,我就安排你们见面好不好。 我的爱情,必须有哥哥的祝福,否则就是不完美的。 许诚点点头,又伸手揉了一下我脑袋。 我作为哥哥,也得为你的嫁妆添一份力。 刚好我名下有一套别墅,位置很不错,就送给你当新婚贺礼好不好。 哥哥很有钱,比爸妈还有钱。 所以我没有任何扭捏,痛痛快快到了线,又继续听他说着这些年的经历。 这一天,应该是我生命里最快乐的一天。 所以,晚上回到房间,看着男朋友秦兆川发来的信息时, 我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明天有一件很高兴的事情要告诉他。 我以为他也会为我高兴。 没想到,秦兆川在得知我哥哥被找回来时,脸色当场就变了。 什么?你哥被找回来了? 秦兆川蹭地一下站了起来,碰到了桌上的咖啡,弄脏了身上那件白衬衫。 我赶紧抽了两张纸递给他,但是他没接。 知道你会惊讶,没想到你居然比我还激动。 毕时,我以为他是因我找到哥哥而开心。 听着我打趣的话,秦兆川当即就握住了我的手,一脸严肃道, 你们查过亲子鉴定吗?会不会搞错了? 我摇摇头,做了亲子鉴定,他就是我哥哥,不会有错的。 秦兆川并没有松开我的手,反而又握得更紧了些。 他说,早不回来,晚不回来。 怎么偏偏我们要结婚的时候,他就被找回来了。 这话听起来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所以我抽开了手,连着语调都冷静了很多。 秦兆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跟爸妈找了哥哥这么多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能够送我出嫁。 你一脸失望的样子干什么? 许氏见我生气,秦兆川赶紧摇摇头。 他直接坐到我身边,像是极力按压着心里的怒火。 然后温声开口道,如果你哥哥没有找回来,你就是独生女。 所以呢? 他继续说,所以如果你哥哥回来了,你们家的家产,这都是他的了。 听着他的话,我愣了一下。 我跟哥哥都是爸妈的孩子,家产一人一半,这有什么问题吗? 就算给哥哥多分一些,又能如何呢? 这些年,我在爸妈的宠爱中快乐长大,可哥哥在福利院里艰难存活,加上当年本就是为了救我而被拐走。 说到底,我欠了他一条命,秦兆川赶紧摇摇头,看起来像是十分着急。 他有些恨铁不成钢道,你傻呀,他这个时候回来,肯定就是要跟你争家产。 你动脑子想想,你哥被拐卖这么多年,日子肯定不好过,现在突然被找回了家,面对那么一大份财产,他怎么可能不动心呢? 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跟你争家产,原本属于咱们的财产,到时候都给了他,你们又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他又能给你多少嫁妆呢? 我摇摇头,想要开口反驳。 哥哥这些年在外打拼,公司比爸妈经营的还要大,身家早已过百亿。 而且昨天晚上吃饭时,除了说要给我那套别墅当嫁妆,哥哥还给了我一张不限额的黑卡,说是让我随便刷。 可还没等我开口,秦赵川眼神忽然亮了一瞬。 他看着我说,自古以来,财产都是留给儿子的,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以前你是独生女,财产肯定会给咱们,可现在你哥回来了,财产肯定都要给他。 所以,我们先领证,趁他还没有在许家站稳脚跟,你先把所有财产和股份转到我名下,我替你看着,这样就不怕外人惦记了。 你是个女孩子,以后在家当父太太就好,公司我替你管,保证不让你的哥哥分走一分一毫,怎么样? 听着他的话,我的心一寸寸凉了下来,或许是有些不可置信。 眼前这个跟我在一起了快五年的男朋友,在大学时期就相爱,对我百依百顺,所以毕业一年后,我们就打算结婚。 可是我没想到,他今天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我强压着心里的失望,又问了他一句,他是我哥哥,财产一人一半没什么可说的,你觉得有哪里不对吗? 秦兆川像是没发觉我脸上逐渐难看的表情,而是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握着我的首威仰着头,开始无限遐想。 你是女儿,没法跟儿子争家产,所以只要咱们领了结婚证,我就算是你爸妈半个儿子,你再把所有财产和公司股份转给我。 这属于咱们的家产,怎么能给别人呢? 咱们的? 退一万步说,那是我的钱,什么时候成了咱们的? 所以我直接甩开他的手,冷冷道,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哥哥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还有家里的财产,那是我爸妈打拼的,无论他们给谁,我都没有意见。 听着我的话,秦兆川也很生气。 他直接站起来指着我鼻子骂,许诺,你是不是蠢呢? 要是没有你哥哥,那么多的财产就都是你的,以后用到咱们小家里,让我爸妈还有叔叔伯伯一起来帮你管公司,总好过你那哥哥继承所有,你穷得叮当响,然后嫁到我们家吧。 如果到这一刻,我都还没有听懂他嫌外之音的话,就真的是蠢了。 我的哥哥,和我血脉相连的人,是外人,还没有跟我扯结婚证的他,包括他那一大家子亲戚朋友,是亲人。 我被这个认知直接给气笑了,所以我也站了起来,还将桌子上另一杯没喝的咖啡直接泼到他脸上。 秦兆川,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是这种人呢?既然你担心我会变成穷鬼,那么还结什么婚,分手。 说完,我直接就往外走,本以为这五年的感情就此喂了狗。 但我没想到,秦兆川那一大家子人,并没有打算放过我。 哥哥被找回来,爸妈要带他回一趟老家,说是要寄告祖先。 而我因为自己开了一间化室,最近工作很忙,所以没有一同前往。 因此,我跟秦兆川分手的消息,也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们。 当天晚上,我就发现自己的窗户被人给砸了,玻璃茶子溅了一地。 我刚从浴室出来时,就差点被玻璃溅倒,看着地上的石子,我小心绕到阳台处,一眼就看见了正站在我家院子里的秦兆川。 他见我出现,迅速朝我挥了挥手。 诺诺,你爸妈这几天不在家,正是我们去领结婚证的好机会。 我一听到这话,直接给整笑了。 感情我下午说得分手,他完全都没有当回事,甚至大半夜还偷跑来我家,企图将我蛊惑过去领结婚证。 所以,我直接冷了脸,站在阳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念在这五年的情分上,我给你留最后一点体面。 你要是再不离开,我就报警了。 深夜闯进小区,还翻进了我家院子,用石头砸碎我窗户。 这就是我之前瞎了眼喜欢上的人。 一听我这么说,秦兆川脸色也同样难看起来。 像是有些不服气,却还是强忍着脾气开口,许诺,我明明是在为你好。 你不要被你那个哥哥给洗脑了。 他就是想要跟你争家产,只有我是为你好。 我没再说话,直接掏出手机。 他健壮,虽心有不甘,但还是头也不回地朝外跑了出去。 边跑还边说,诺诺,你就是太单纯了,才会被别人骗。 但是没关系,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保护好我们的财产。 呸,什么时候我家的财产就成他的了。 许是有些气不过,我在手机里翻找到物业的电话, 跟他交代了秦赵川的事,让他们绝对不可以再把人放进来。 但是秦赵川依旧没有死心。 隔天我去画室的路上,远远就看见了秦赵川的母亲。 坦白说,他从前对我挺好的。 我不知道他的这份好,是否和他儿子一样,存了算计。 所以在打照面时,我并没有露出过多的情绪,打算静观其变。 秦母则是直接握住了我的手。 亲热开口,诺诺,阿姨一直都把你当作儿媳妇。 我知道你跟赵川最近闹了矛盾,但小情侣哪有不吵架的? 他也是太担心你,怕你那个哥哥把你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所以才想着先领证。 毕竟我跟赵川都是真心为你好。 好好好,也是过来哄我的。 我爸妈对我很好,哥哥也对我很好。 至于我家的财产,我和哥哥谁多谁少我都没有意见。 我冷静说完这句话,刚才还一脸亲热的秦母,已然露出了不满的神色。 你别傻呀,诺诺。 你那爸妈不当人,非要把子捡回家,以后的财产就没你的份。 还不如先跟我家赵川领证,以后我让赵川的兄弟们,还有叔叔伯伯,一起来帮你管公司怎么样? 如果说一分钟前,我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曾经对我很好的秦母。 那么从他将这段话说出口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知道,秦母,本质上和他那个儿子没有任何区别。 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好。 拐着弯地想要我和秦赵川先领证,这样能够名正言顺,燃指我家产业。 简单来说,就是想吃我家绝户,却没想到我亲哥哥回家了。 计划破败,所以如今又闹了这么一出。 看着面前的秦母,她眼底阴切模样难掩,但既然知道她打了什么算盘,我也就不想继续跟她演戏。 所以我直接甩开了她的手。 我和秦赵川已经分手了,没有复合的可能,也绝对不会领证。 听着我的话,秦母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 她皮笑肉不笑,你跟赵川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说分手就分手,你跟二婚没什么区别。 要是分手了,就是个破鞋,你觉得还有谁敢要你吗? 得,仅存的礼貌在这一刻彻底破裂。 所以我微笑回应,您这些年倒是没跟别人在一起,不如去相亲市场走一遭,按照您这话的意思,应该能够成为抢手货。 秦母早些年就离了婚,也一直没有在找,总想着等儿子长大,一切就都好了。 我知道攻击别人的痛处不好,但是礼貌的前提,对方得先当个人才行。 许诺,秦母像是被我气到了,她喊了一声我的名字,脸上的温柔慈祥全部退去,看着来往行人,毫不顾忌地加大音量。 许诺,你跟我儿子在一起五年,我儿子那么喜欢你,你现在说分手就分手,你还有没有良心? 难道你在外面养了小白脸? 咱们虽然是穷苦人出身,可到底是容不得人遭见的,像你这样子没吃过苦头的小姑娘,在感情上玩弄别人,小心遭天谴。 已然撕破了脸,所以我也没有任何顾忌,也不怕那些异样的眼光,在众人议论分分钟,我只回了一句,我问心无愧。 不过,究竟是谁算计谁,又是谁想吃谁家绝户,那人心知肚明。 借用你的话,小心遭天谴啊。 至此,我和秦家彻底翻脸,好不容易过了三天平静日子,我以为秦赵川已然死心,但我没想到,他会直接跑去我的画室,在那里面布置了一场看似温馨浪漫的求婚仪式,在众人的起哄中,将一大捧玫瑰花递到我面前。 诺诺,我知道你这几天心情不好,你想打我,想骂我都行的。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经历了不少事情。 为了你,我来到这个城市发展。 也是为了你,我努力攒钱买房子。 同样还是为了你,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只想有朝一日能够把你取过门。 诺诺,无论之前我们发生过什么,可我们之间有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能够说算了就算了呢?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给你完整的爱,好吗? 说话间,他试图将手里的戒指给我戴上。 我反手就甩了他一巴掌。 众人的起哄声戛然而止,面面相去肩,我冷眼看着面前的秦赵川。 你说得对,好歹有那么多年的感情在。 所以,我没想把场面闹得太难看,安安静静分手就好, 以后见了面就当作陌生人,彼此之间都还能留点余地。 可是,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半夜砸破我家窗户,希望我偷身份证跟你领证, 然后把我家的财产全部都过户到你名下,你真当我是傻子啊。 我深吸一口气,接着拿过他怀里的那束玫瑰花, 直接朝着他砸了下去。 最后,你留在这个城市里发展,是因为这个地方对你的事业最有帮助。 即使没有我,你会努力攒钱买房子,也会每天努力工作, 别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为了我,不恶心吗? 好歹曾经互相喜欢了这么多年,非得把局面弄得这么难看,露出心里最丑陋的一面。 听着我的话,秦赵川的脸色也逐渐难看。 他缓缓站起身,看着散落一地的玫瑰花,依旧有些不死心。 诺诺,我是在为你好,你为什么就不听呢? 究竟是为了我好,还是为了名正言顺,吃我家绝户? 我直接将话摊开了说,导致那些原本还在看热闹的人此刻尽若寒蝉。 秦赵川的脸面也有些挂不住,想也不想就反驳。 我什么时候觊觎过你的财产了? 你心思单纯,我不过是担心你被骗,想要保护你而已。 我家里的那些书拜堂兄弟们,虽然文化水平都不高, 但是好歹跟我一条线,都能够和我一起帮你管理公司, 我们明明都是为了你好啊。 睁眼说瞎话,我第一次对这个词有了深刻的认知, 所以我想也不想就举起手机,点开了录制。 那你把这些话再说一遍, 然后我将这段视频发到网上, 让网友们看看,究竟是我不知好歹, 还是你心怀鬼胎,怎么样? 听着我的话,又看着我已然开始录制的手机, 它迅速往后退了两步, 接着露出了痛惜的模样,仿佛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它的事。 它边往外走边说, 诺诺,你太狠心了,太狠心了, 对此,我只想送它两个字,傻缺。 我知道秦赵川还没有死心, 但这几天我没有去化室, 更多的时候就待在家里, 它找不到任何机会和我见面, 只会每天给我发信息,想要给我洗脑。 每次看到那些信息时, 我第一时间就拉黑删除, 接着又有新的号码发来, 循环往复。 而爸妈和哥哥也终于从老家回来, 哥哥还给我带了不少礼物。 他一回来就神神秘秘凑到我身边, 让我明天去他的公司, 说是要给我一份惊喜。 我问他是什么也不说, 当天晚上, 又有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了短信, 这次倒是没有那些洗脑的话语。 他说, 许诺,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太能看得起我, 但我告诉你, 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在今天已经成功升职, 领导都很看好我, 说再过不久, 我或许还能升职。 这家公司可是全世界前一百强, 比你家公司还要厉害, 我根本就不屑寄予你的家产, 知道吗? 感情, 这次给我发信息是来炫耀升职。 我再次反手拉黑, 接着倒头就睡, 毕竟明天还要去哥哥的公司。 但我是真的没想到, 秦兆川居然就是哥哥公司里的员工。 当我看见他的那一刻起, 我突然就意识到了哥哥所说的惊喜, 我还没有告诉家里人和秦兆川分手的消息。 所以当哥哥发现秦兆川在他公司上班时, 就动用手里的权力, 直接给他升职加薪, 就是为了让我开心一些。 见我来, 秦兆川推开那些围在他身边恭贺的同事, 眼里带着些许炫耀。 你这是知道我升职了, 特意跑过来找我复合。 啥玩意儿? 我被他的迷之自信给震撼到了。 所以我一时之间没开口说话, 秦兆川眼里得意更显, 他故意扭头看了一眼, 正在看热闹的员工, 接着扬着声音说, 虽然你总爱闹小脾气, 少有不开心, 就用分手来威胁我。 但是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既然你诚心诚意来道歉, 我就勉为其难原谅你, 只不过以后你必须听我打住。 我冲他做了一个打叉的手势, 附赠一个白眼, 然后跟他说, 你想多了, 我今天来这里是想找顾之福。 顾之福是哥哥失忆后 在福利院里自己起的名字, 因着哥哥才刚找回来。 许多手续都还没完全办好, 连带着户口也还在办理中。 所以, 秦兆川只知道我哥哥叫许成, 但并不知道他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一听我的话, 秦兆川倒是还没开口说些什么。 人群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小姑娘, 直接走到我面前, 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眼神带了些许轻蔑。 你要找我们顾总, 我点头, 是的, 我和她说好药, 你以为我们顾总是想见就能见的吗? 那小姑娘直接打断了我的话, 眼神愈发不满, 甚至直接开始了说教。 像你们这种老女, 就知道往男人身上贴。 知道咱们顾总帅气有多金, 所以尚赶着来见她, 你自己也不想想, 顾总能看得上你这种人吗? 搞笑, 妹妹来见自家哥哥, 怎么就成老女了? 所以我礼貌回她, 我不知道你们顾总能够看上怎样的人, 但肯定不会看上你这种尖酸刻薄的人。 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 在这儿玩什么聊斋呢? 那样酸溜溜的语气, 我闭着眼睛也知道她对我哥有意, 不过大概率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我哥不喜欢她, 所以在众人面前, 被我戳穿了心思, 那小姑娘当即就红了脸, 跟着脖子冲我吼, 我是什么人需要你说吗? 像你这种捞女, 我见多了, 就是仗着长得好看, 嘴皮子挺溜, 但实际上早就被人给完烂了。 说吧, 她转头看了一眼秦赵川, 这是你前女友, 上次你跟我们说她莫名其妙 要跟你分手, 你看她今天就来了公司, 还说要见顾总, 十有八九就是想甩了你, 然后磅大款, 你还傻愣愣地答应她的复合, 不怕头顶变成青青草原吗? 秦赵川明明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可在听到这样的话时, 还是露出了不满的神情, 仿佛我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一样。 顾家, 别说了, 秦赵川往我跟前走了两步, 还有你, 诺诺, 我们顾总不是想见就能见的, 虽然我知道, 其实你今天就是为了见我, 找顾总肯定就是你的借口, 别人不明白, 我都懂的, 懂你没啊? 我懒得理他们, 直接掏出手机给哥哥打电话, 但是手机却是关机状态, 我这才发现哥哥给我发了条信息, 信息写道, 诺诺, 国外分公司临时出了事, 我必须立马赶过去处理, 估计几天后才能回来, 到时候我给你带礼物, 但顾家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个电话没打通, 笑得更开怀了, 当老女, 还想在我面前要面子, 结果被打脸了吧, 你以为顾总的电话谁都有, 且不说是不是真的号码, 就算是真的, 看你这样子肯定就是被拉黑了, 赶紧滚吧, 这地金枣阿姨拖得挺干净, 不能被你给踩脏了, 我看着顾家, 特想问哥哥一句, 这是从哪个精神病院招的员工, 我离开时, 秦兆川直接追出了公司, 他拦在我面前, 还故意将带有职位的公牌露出来, 故意炫耀, 诺诺, 你该明白, 我是个潜力股, 我年纪轻轻就升了职, 以后还有更大的潜力, 能够赚更多的钱, 或许赚的钱比你爸妈和你家起来赚的还要多, 所以呢, 我只问了这一句, 神色平静, 丝毫没有因为他的升职加薪露出半分的喜悦和崇拜, 反而还有些许的嘲弄, 他像是被我激怒了一样, 又或许是因为周围没了观众, 也懒得继续装模作样, 他说, 所以末期少年穷, 指不定以后你还要求我呢? 哼, 想得倒挺美, 我无视他, 直接转身离开, 秦赵川又试图冲过来拦我, 但还没等他继续纠缠, 他的顶头上司李明突然间出现, 笑咪咪凑过来, 赵川啊, 这位是谁呀? 秦赵川愣了一下, 迅速回话, 我女朋友, 一听这话,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反驳, 李明直接看向我, 带着些许恭维, 你就是顾总的妹妹, 秦赵川直接摇了摇头, 替我做了回答, 他说, 他确实有个哥哥, 不过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怎么能够跟咱们的顾总相比呢? 李明文言, 脸色愈发严肃, 当即正色道, 秦赵川, 既然你有女朋友, 那你又是怎么和顾总的妹妹搭上关系的? 一听这话, 秦赵川一脸蒙圈, 我自然知道为什么, 但我并不打算在此刻说出来, 只是静静看着李明解释, 你一进公司, 就在我手底下干活, 所以作为前辈, 也算是你师父, 提点你两句, 这次你能够升职, 并不是因为你的业绩有多出色, 而是上头传来的消息, 说顾总的妹妹对你有益,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 但应该是想撮合你们, 所以特意给你升职加薪, 但要是你有了女朋友, 那么就, 未曾说完的话, 但秦赵川自然能够听明白, 刚才还试图一直纠缠我的他, 此刻恨不得离我十万八千里远, 连忙陪着笑解释, 其实我刚才没有说完, 他之前是我的女朋友, 但我们前段时间已经分手了, 原来是这样啊, 李明点点头, 我看着秦赵川, 他显然在这一刻已经有了取舍, 所以我也不介意推一把, 的确是分手了, 不过他, 许诺, 秦赵川直接朝我吼了一声, 接着拽着我的胳膊, 去了旁边一家咖啡店, 低哑着声音开口道, 你不是想跟我分手吗? 现在我成全你, 你还想干什么? 我笑了, 不是你非要纠缠, 说什么都一定要跟我复合吗? 一个是想吃绝户, 却未能成功, 甚至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我, 一个是不知何时就喜欢上了他, 还主动给他升职加薪的老板妹妹, 秦赵川在李明说出口的那一刻, 早就做出了选择, 从前是他纠缠我, 现在他比我更怕这段感情不能够快速结束, 否则惹恼了老板的妹妹, 到时候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秦赵川深吸一口气,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闭上嘴? 我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以前跟你在一起就是单纯为了快乐, 所以从前的账我不翻, 但你上次翻进我家院子, 砸破了我家的窗户, 那窗户可价值不菲, 麻烦你先付了钱, 钱或两气, 从此末路怎么样? 他一愣, 掏出手机直接打算给我转账, 说吧, 那块玻璃多少钱? 也不是太贵, 几万而已。 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转账的动作一顿, 当即抬头看我, 多少? 你说多少? 几万? 许诺, 你怎么不去抢钱了? 这么黑心? 我可没有故意虚报, 玻璃的确没那么贵, 贵的是那一碗的精神损失, 还有连夜换玻璃的各种人工费用, 几万块钱而已, 未来的世界一百强公司的驸马爷, 难道掏不出来吗? 一听我这话, 他咬咬牙, 当即就给我转账, 别忘了备注用途, 我到时候也会把发票开给你, 咱们公事公办就行。 他气笑了, 许诺, 你好得很, 哥哥在国外出差三天, 他回来时, 又给我带了不少礼物, 还将其中一份礼物, 郑重递到我手上, 这份礼物呢, 是给你男朋友的, 我这个做哥哥的, 希望你幸福。 我看着手里的东西, 只是粗略扫一眼, 就知道价值不菲, 只可惜, 秦兆川根本就不配, 所以我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了哥哥, 看着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 又逐渐转为愤怒, 最后掏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秦兆川那工作水平, 时不时出个错, 我早就让人给开了, 现在还敢欺负你, 我立刻, 等等。 我拦住了哥哥, 哥哥有些不明所以, 我笑着指了指手里的礼物, 像这样贵重的, 咱们不给了, 不过, 也不急着让他离职, 因为在三分钟前, 就有我们的共同好友, 给我发消息, 说秦兆川在外面放眼, 我为了家族, 勾搭金主, 所以将他一脚踢开, 而他伤心欲绝下, 没想到事业突飞猛进, 总之, 就是在外面各种造谣, 恶心得很。 秦兆川还用新的手机号, 给我发来了信息, 附赠了一张照片, 炫耀他如今在公司地位水涨船高, 让我后悔去, 我一直坚守着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原则, 原本分手了, 日后不再相见, 就能够皆大欢喜, 但既然他在外面造我黄瑶, 那么我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 我倒是想看看, 他究竟能够让我怎样后悔。 我选择按兵不动, 隔天还去了一趟公司, 哥哥说在国外出差时, 参加了一个拍卖会, 拍下了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 只是因为手续繁多, 得晚一些才能够送过来。 项链直接送到公司, 所以我跟他说自己去拿。 而这件事, 公司里知道的人也不少, 不过大家只知道, 这条项链是顾总买给自己亲妹妹的, 至于亲妹妹是谁, 目前无人知晓。 毫无疑问, 我又在公司里遇见了秦兆川, 他一见到我就冷笑, 怎么? 后悔了? 现在想来讨好我, 但是我告诉你, 已经迟了。 我白了他一眼, 看着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模样, 故意给他泼了桶凉水。 在这家公司里, 以驸马爷的名义自称, 挺开心的。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从你升职到现在, 有没有见过传说中的顾家小姐呢? 一听我这话, 秦兆川脸色微微凝致, 连带着身后那群看热闹的员工, 也忍不住开始议论。 是啊, 都说顾总的妹妹看上了他, 但咱们到现在, 也不知道顾总的妹妹是谁。 难道这些传闻都是假的吗? 我觉得不假吧, 不然为什么秦兆川能够升职呢? 我猜测, 十有八九就是咱们公司的员工, 不过隐姓埋名, 想躲在暗处偷偷观察咱们。 秦兆川清了清嗓子, 故意仰着头说, 我当然知道谁是顾总的妹妹了, 你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 你为了傍大款而放弃我, 这是你的损失。 只不过日后我有大好前程, 也希望你莫来沾边。 啥玩意儿? 大好前程? 不好意思, 有点子搞笑, 我还笑出了声。 好啊, 那我就等着看, 你会有怎样的大好前程。 说完, 转身我就往里走, 这次哥哥在公司, 也有提前交代过, 所以我可以直接去他的办公室找他。 只不过, 秦兆川见我往总裁办公室走, 像是有些疑惑, 就一直跟在我身后。 你来找顾总干什么? 我没理他, 一直往前走。 等到我准备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时, 顾家却从里面打开了门, 原本眼神落寞的他, 在看见我的那一刻, 瞬间就变得极具攻击性。 你来这里干什么? 顾家一开口就是质问,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以为你是谁呀? 对于这个第一次见面就对我表现出了强大敌意的顾家, 我心里当然也不喜欢, 所以同样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顾家却还是强撑着, 他并没有看见拐角处躲着的秦兆川, 所以特意撩了撩头发, 然后神神秘密跟我说, 我也信顾, 你说我是谁? 他只说了这一句, 然后就踩着恨天高, 转身离去。 则, 我的确知道他是谁, 小丑呗。 哥, 你这是从哪招的员工? 怎么这么奇葩? 进了办公室后, 我顺手把门给带上了。 这里的隔音做得很不错, 所以不用担心外面有人偷听。 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哥哥放下了手里的文件, 同样也坐到了我身边。 他将手里的盒子递给我。 这家公司成立之初, 顾家的姐姐帮了我不少忙。 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姐突然离职了, 临走之前希望我能帮他这个忙, 所以顾家来了这里。 看在他姐姐的面子上, 我让他在这里工作, 多少也照顾了些。 说到这里时, 哥哥顿了顿, 表情像是有些一言难尽。 我以为一家子的姐妹总是相似的, 没想到他姐姐那么有能力的人, 会生出这么蠢的妹妹。 能力不出众就罢了, 我不过是看在他姐姐的面子上, 多叮嘱了他两句, 结果他就觉得, 我喜欢他, 一直纠缠。 办公室里有块玻璃是单向的, 可以从这里看到外面走廊的情况。 所以我一抬头, 就刚好看见秦兆川和顾家站在一块。 秦兆川不知在说些什么, 但是将顾家惹得红了脸, 两个人在拐角处说了好一会儿话, 这才慢悠悠离开。 想着想着先前就在旁边偷听的秦兆川, 我心里有了个猜测。 所以我拍了拍哥哥的手, 放心, 应该过不了多久, 顾家就不会继续纠缠你了。 哥哥有些不明所以, 但我也没有多说, 只是让他等着。 我喜欢秦兆川, 最初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那张脸, 长得的确是非常的帅。 想要俘获一个小姑娘的芳心, 他最拿手了。 而当天下午, 我们就在商场里遇到了。 秦兆川和顾家在一家奢侈品店里, 秦兆川满眼皆是温柔之色, 无论顾家挑什么衣服, 他都说好看。 顾家远远看见了我, 就站在门口笑道, 这里的牌子贵得很,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来买的。 显然, 顾家依旧把我当成了捞女。 秦兆川也赶忙走了过来, 小心翼翼护着顾家, 宛若护着自己的欣赏人。 家家, 你别跟不值得的人置气。 我都说了今天想让你开心, 所以无论你看上什么衣服, 我都给你买。 好不好, 这样一张脸, 配上这样温柔的语气, 涉事卫生的小姑娘, 真的很容易沦陷。 而顾家刚在我哥那里情感受挫, 转头就遇到了对他嘘寒问暖的秦兆川, 看着他眼里闪烁着些许情意, 我就隐约能够猜到些什么。 所以我笑到这么大气啊。 秦兆川听出了我言语里的嘲讽, 又或许是为了在顾家面前撑场子, 当即大手一挥, 直接包下了刚才顾家看中的所有衣服。 佳佳,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给你买。 听着这话, 顾家眼里闪过些许的感动, 连着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赵川, 你对我真好。 秦赵川脸上笑意更甚。 直接从怀里掏出了卡, 然后他钱不够, 然后他冲我伸了手。 许诺,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以后我的身份会有怎样的变化, 你应该心知肚明。 你要是在这时候帮我一把, 以后你有困难时, 我也会帮你, 怎么样? 我笑咪咪回他, 不怎么样? 凤凰难。 我离开了商场, 没去管身后那些谩骂声。 而秦赵川也把顾家当成了我哥的妹妹, 本就是同一个姓, 再加上那天在办公室外对我说的话, 很容易陷入为主。 所以他只当作顾家想要考验自己, 所以这些日子拼了命地对他好。 哥哥帮我留意了公司的情况, 他还有些喜极而泣。 顾家这些日子的确再也没来缠过我, 反倒是天天和你那个丢脸的前男友在一块。 两个人一同进出, 中午吃饭都在一起, 瞧着举止还无比亲密, 看样子是已经偷偷在一起了。 我点头, 那挺好的呀, 一对奇葩凑在一起, 也省得去祸害别人。 哥哥笑了笑, 接着又说, 过几天是公司年会, 你作为我的妹妹, 要不要参加一下? 参加了, 身份那可就暴露了。 正当我犹豫时, 又有一个崭新的号码 往我手机里发了条信息。 许诺, 你以为自己还是什么凤凰吗? 家家现在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 我们刚已经去领了证。 虽然他现在还总想继续考验我, 没跟我说他的真实身份, 但是我爱他之心, 天地可见。 至于你, 性格不好, 还仗着家里有点小钱, 眼高手低, 祝你以后孤独终老。 得不用犹豫了。 我冲着哥哥点头, 好, 我参加。 我提前放出了消息, 所以哥哥的公司都知道 今晚顾总的妹妹要出席。 秦兆川这个人的性子 我还是有些了解的。 跟我在一起五年, 一直都是极其完美的人设, 在我哥哥回来之前, 从来没有表现出 半分寄予我家财产的想法。 是一个极其能忍的凤凰男。 所以面对顾家, 为了维持自己的良好人设, 肯定也不会提前试探,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信息差, 反倒促成了这两个人的关系 更进一步。 年会开始前, 我就已经入场了。 秦兆川如众星拱月般, 被一群人围在中间, 他揽着怀里的顾家, 笑容那叫一个温柔。 他朗声对众人说, 我知道最近公司里的传言, 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我心里爱着的一直都只有顾家, 也不想去当什么公司的驸马爷, 只想好好爱着我心爱的女孩, 以后这些玩笑就不要开了。 听着他的话, 被他抱在怀里的顾家, 脸上的笑容也是愈发幸福。 所以当两个人看见我时, 都不约儿童开口,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看着他们, 接着又对秦兆川说, 不想当这个公司的驸马爷, 看样子女还挺痴心的呀。 顾家看向我的目光, 带着些许警惕, 直接挺着根本不显怀的肚子, 然后在我面前炫耀。 许诺, 赵川早就告诉过我了, 你就是个见利妄议的女人, 无论你现在怎样后悔, 但都晚了。 我跟赵川已经领了结婚证, 我肚子里还怀了他的孩子, 你要是敢破坏我们的婚姻, 我就把你的事情发到网上, 让网友网报你,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 小三, 直接给我整乐了。 这一对奇葩, 确实要锁死, 免得流入市场祸害别人。 所以我也不打算多说什么。 年会正式开始, 哥哥穿着西装站在台上, 作为领导简单发言过后, 接着就将目光转向了我。 只不过, 顾家刚好也站在我身边。 秦兆川一脸得意, 压低声音跟我说, 你以为家里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顾总的妹妹, 那才是真正的白富美, 你连一根脚趾都比不上。 说话间, 他又一次握紧了顾家的手。 我没理他们, 而是看着台上的哥哥, 听着他说, 今天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妹妹, 许诺。 话音落下的瞬间, 秦兆川脸上的笑意 直接僵在原地。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 你是顾总的妹妹。 顾家似乎也有些意外, 但现在他已经爱上了秦兆川, 所以一心护在他面前, 又忍不住多说了一句, 就算你不是老女, 也要知道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他刚说完, 秦兆川就直接伸手推了他一把。 顾家没站稳, 好在旁边有人扶了一把, 才没有出现大问题。 秦兆川似乎还是有些不可置信, 反复问我, 许诺, 你真的是顾总的妹妹。 我点头,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我哥这时候, 也从台上走了下来, 跟我站在一起, 看着面前的秦兆川, 眼神格外不爽。 秦兆川健壮, 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又转头看顾家, 像是不死心。 直接问我哥, 不, 不对, 顾家姓顾, 才应该是你的妹妹, 许诺怎么可能会是你妹妹呢? 不, 不是这样的, 肯定不是这样的。 一脸懵的顾家, 这时候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流淌着两行青泪, 伸手不断锤打着秦兆川, 所以这些天你对我的好, 口口声声说要爱我一辈子, 都是把我当成了顾总的妹妹。 秦兆川似乎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他问顾家, 你不是顾总的妹妹。 那你是谁? 你是谁? 顾家根本就不能再回答他的问题, 因为过于激动, 小腹开始出现了坠痛, 连着脸色也变得苍白。 会场有人紧急拨打了, 但顾家还在死死抓着秦兆川的胳膊, 兆川, 无论怎么样, 我们现在都已经领了结婚证, 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 我们好好过日子, 不行吗? 得, 到这地步还能原谅, 十足的恋爱脑。 秦兆川兴红灼眼, 恶狠狠瞪着他, 如果你不是顾总的妹妹, 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 又挑剔又难伺候, 你以为自己真的是公主吗? 这话说的就有些过分了, 不过呢, 这也算是人家的家务事, 毕竟领了结婚证, 外人不好掺和。 今天就全当看了场热闹。 我跟哥哥对视一眼后, 他就直接宣布要解雇秦兆川, 他业务能力一般当初要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升职加薪。 后来总想着依靠顾家, 在公司里当人上人, 对工作更加疏忽。 出了好几次问题, 算是出现了严重过失, 所以可以直接解雇。 秦兆川末期少年穷这句话, 真不适合你。 一个想吃女方绝户的凤凰男中将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秦兆川后来又试图纠缠我, 但爸妈和哥哥已经知道了此事, 所以一早就有了防备, 小区秦兆川进不来, 而他一旦赶在我画室附近, 拦我我就会直接报警。 连着报警了两三回, 秦兆川也就不敢来了。 除此之外, 顾家也出院了, 肚子里的孩子保住了。 我曾跟他见过一面, 他斧着威龙的肚子, 满眼警惕看向我, 赵川现在不过就是被你迷了眼, 等我生下儿子, 他就会知道这天底下, 只有我对他最好了。 忘了说, 我后来找人去调查过顾家。 顾家的爸妈重男轻女, 连生了两个女儿后, 终于生出了药组。 而顾家的姐姐不想继续被吸血, 所以选择去国外发展, 她原本想让顾家一起走, 可顾家反而将她臭骂了一顿。 我们当姐姐的, 帮助娘家弟弟本就是理所应当你, 居然为了逃避责任, 跑到国外, 我有你这样的姐姐, 真是丢脸。 至此, 顾家的姐姐伤了心, 一个人独自离开, 再也没有跟家里联系。 而经此一遭, 他和秦赵川一起被解雇。 顾家是一个十足的恋爱脑, 哪怕闹到了这种地步, 也依旧坚信秦赵川以后 会跟自己好好过日子。 而除了恋爱脑, 还是个伏地魔。 药组谈了女朋友, 最近正在商量结婚的事宜, 让顾家拿钱。 顾家手里握着和秦赵川的结婚证, 顾家人就直接上了门, 说是要讨回彩礼钱。 闹了一次又一次, 秦母根本就不是顾母的对手, 最后气地住进了医院。 秦赵川要和顾家离婚, 顾家不愿意。 越闹越凶。 秦赵川直接去起诉离婚, 但没想到顾家直接出示了 自己精神有问题的证据, 所以离不了婚, 这辈子他们都得继续纠缠。 一个是试图吃绝户的凤凰男, 一个是伏地魔吸血的姐姐。 人凑在一起, 这辈子都将不得安生。 不过, 这一切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